燒水鄉的小果蕃茄已經進入勝三季 燒水鄉的輪迴是特別基盤平甘比賽 有65名的蔬菜的高榮已經進入葛菜的餅餅 雖然今年是剛才豐災跟鸞東的影響三兩減酒 但是你看這個燒水蔬菜的品質也是非常好 深渡委員他叫董梁 頂度、外觀燒水口感風味以及故事的大小 經濟度上標準進行變分 他把我們中華館的小果蕃茄的瓶劍 瓶劍的標準主要是看他的瓦關 看有色澤、看有紅金、紅金 他的形狀的整齊度 照他的瓶劍本來的形狀、比拼 所要的重量、一個差不多10g以上 再來就是瓶劍 這個瓶劍用瓶劍來切 最不需要10度以上 加上我們平鮮美園實際上吃他的口感 吃到看有QQ 看有這個讓這個瓶劍的神聖 尚在雍龍貝總鑑士五名神講 尚在雍龍貝總鑑士五名神講 尚在雍龍貝總鑑士 得有的紅米口感 已經在市場建立很好的口臂 雍龍貝總鑑士五名神聖貝 平靜也維持一定的水準以上 訂單跟銷量有顯著的提升 而且價錢也維持不錯 雖然今年經過兩次風災的影響 小果番茄它的產期有點往後遞延 但是張外縣所有這些小果番茄農 他們非常靜靜夜夜認真的在栽培 所以可能今年的最好的品嘗期 可能是應該在過年後也非常不錯 施略卡末豆瓶甲今年 近日第二次的競爭期內 參加的農民都有運勢設施 雖然今年在在製造卡末豆時 有去住到豪災和亂動的影響 三兩減少 但也是沒來影響到卡末豆的品質 加上這幾年來 卡末豆好吃又甜 已經成為二次收散的產品 大概在過年進程 就有很多消費者 不斷順問上期時間 也來顯示出農民在地專業 跟穩定度一流的實力 大眾話新聞 林君 收水 蔡宏 報道